小細節 你可以再讓它更好 比如說 這個 好像字的大小 好像還是太小了 你輸入的時候你會發現老叔 奇怪它怎麼偏 在上面 格子這麼大可是字太小 那怎麼辦 你可以 按Ctrl鍵 把它多選 這幾個 全部一起 把它縫 一次 它預示好像9號字 太小了 14號好了OK 那如果你要 你當然可以一個別啦 不過我建議大家一次 比較快一點點 全部全部 那這個 標準體重也是14號字 所以你選完之後它就全部都14號 只是說它的FourColor 它的字的顏色 多選 有兩個 這邊按這個 它等於是一次可以 讓你變更五個 然後另外這個的前景顏色 原來黑的把它改一下改成 比如說把它改成紅色字 讓它比較顯眼一點點 另外它對齊方式 我剛剛有同學問到了 比如這個它對齊的方式在 預設的話 是靠 左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當然 頂多就是只有 水平可以調 我記得好像垂直是不能調的 所以如果你要置中的話 那這邊有個Center 你可以把那個Tesl 這個 可以把它置中 就看各位的設計 我習慣還是靠左 OK 那你把這個地方 如果 它頂多就三個 效果 那執行完之後的話 當然 你就可以 快速的去填資料 比如說 AA 然後 BB B 然後 按個Enter 其實你可以輸入資料 Enter 然後有個會員 你可以讓它調整 那最後的話 理論上 一般是怎麼樣 一般是直接 其實理論上是習慣是1234 直接這邊按Enter 有沒有 就 做完你應該做的事情 可是呢 你會發現 這邊我們還要必須 動一下滑鼠 移到這邊按確定 它才可以work 那之前就有同學問了 我記得好像是 是 你有問 很久以前是 你問的問 忘記了 OK那就是 需要按Enter 自動就幫我把 這兩個按鈕執行了 而且把 這個這個效果加上去 那最後 游標最好也再把它放到 那個 買 買A上面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該怎麼做 比較簡單 比如這邊按Enter 那這個時候當然 我這邊可以點兩下 事件的話在這邊出現 所以你會發現 它預設點兩下 這邊是Change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有沒有 可能比較簡單的方法 後來我發現這邊 事件裡面呢 它多了一個Enter 我就 想說是不是可以 乾脆就是用這個 它的 買D裡面的Enter 是不是按Enter 它就會幫我做那個剛剛的事情 那我就試了一下 做什麼事呢 特別說這邊 Change的事件這邊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不是 那我需要做的是 等於是 把它 按Enter之後 轉換成什麼 那個 按一下那個按鈕 那個按鈕的名稱叫什麼 名稱叫做 B1 Clicker 所以其實 你可以不需要重新寫 中間這段程式 你可以用呼叫的 那呼叫怎麼呼叫 其實很簡單 中間可以打一個call call什麼呢 就上面那個名稱 叫B1Clicker 所以這個名稱 乾脆把它複製貼上 B1Clicker call什麼 B1Clicker 意思就是說 當我按Enter 然後call它 然後另外順便call B2好了 因為 已經輸入完之後 順便幫我把資料清空 然後再來 最後呢 最好是把油標放在什麼 放在MyA上面 點什麼呢 Set Focus 這樣的話 更完美 OK 應該可以了解邏輯吧 不過 我剛有試了一下 我發現 好像 不是 近如人願 OK 比如說 Enter 然後輸入之後 最好是輸入完之後 你會發現 我按 Enter 奇怪他發現 這樣請輸入資料 他居然把我清空了 所以 那個Enter 感覺上 應該 不是這樣的用途 這個Enter好像 你看 油標才放上去 它就跳出來了 所以 這個方法 跟 實際上 不OK 所以 特別重要 這個Enter 概念上 不是我們要的 那我們要的 先把它註解一下 註解 我們要的寫法 怎麼寫 特別注意 正確的寫法 應該是 在上面點兩下 一樣 它是Change 記得幫我改成什麼 特別注意 因為按Enter 這個可能會牽涉到一個 叫 ASCII Code 就是內碼的部分 那在 VBA裡面 他會去 當你按下按鍵 所以會有個事件 叫 Key 按下去的 Key Down 那Key Down的時候呢 就是說你按下哪個按鍵 他會用什麼 他會去 去抓一個 參數 裡面有個叫 Key Code 他會去 抓到Key Code 如果Key Code 因為 Enter的話 在ASCII Code的 編號裡面 是13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 如果Key Code 假如是13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 做剛剛的這三件事 所以 這邊的話 我做 這邊的話 就是 第一個 特別注意 事件是Key Down OK 第二個 如果呢 Key Code 等於13 Key Code 等於 13的話 那表示他按Enter Then 做什麼呢 And if 先打 就是做剛剛那三件事 所以剛剛做三件事 這三件事 這三件事 複製過來一下 然後把它取消 註解 按個TAB好了 OK 說白放裡面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第一個是 他按下了按鍵 如果這個按鍵 他會用Key Code 去讓你知道 他按了哪個按鍵 如果他是Enter的話 那我就做這三件事 寫完了 試一下 但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這邊可以設個中斷點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也是一樣 填一些資料 Enter 然後 輸入資料 進來 OK 然後 當我選了一個 那我按Enter Enter 這時候呢 觸發了Key Down的事件 Key Down 他透過什麼方式 告訴你 你按的 我按Enter 對不對 所以Key Code裡面 這個多少呢 其實基本上 應該是13 不過他這邊沒顯示 可以用Ctrl加G 即時運算 比如說我這個 這個問號是Printer 你是用它Printer什麼 Printer Key Code 告訴我多少 Enter一下 13有沒有 好 那如果是13的話 那他會怎麼樣 會進到裡面 表示說我按Enter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中段點拿掉 F F8 呼叫那個 B1 Click 有沒有 他跳到B1 Click 意思是說呢 等同是 執行按鈕 OK 底下都一樣 再執行那個 那個那個 等於是清除 所以有把它執行過 OK 各位可以發現有沒有 輸入了 那其實這樣就很好用了 CCC 然後你就一直按Enter就好了 到這邊 Enter 然後再開 有沒有他又focus在上面 然後你又 所以你這個時候呢 他就可以完全 手不用離開鍵盤 一直輸入就可以了 比如說他就是一直在輸入 然後直接 直接Enter就好了 反正就輸入 沒有這麼高的 也沒有這麼瘦的 OK 隨便 反正就按Enter 還有一筆了 那這樣的話 其實還蠻方便的 你就是很快速的輸入 就可以做出一個 快速輸入的一個表單 其實 很多地方 我是建議 你這個表單 只要多做 熟了之後 真的比Photoshop還簡單 OK 那什麼時候會覺得它簡單 因為你至少做超過10個以上 你就覺得它簡單 所以你可以 可能要回去 至少啦 反正多做啦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基本上 我想已經 表單可能遇到的狀況 今天大概 都已經幫各位 所以 就是 大概提出來 同學遇到的狀況 也大概可以提出來 所以 應該這個表單的 可用性 已經還蠻高的 而且用在工作上 我想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接下來就是不斷的實作 就是 產生你 可能工作上面 會用到的表單 那 OK 工作上至少會感覺更專業一些些 如果你工作 每一個椅子要裡面 都有表單 其他同事看到 應該會嚇到 OK 想說 這是怎麼做出來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